植物是世界的静默守护者 树木拔地而起 向天空生长 走在树莲间时 你是否也曾感受过 来自天空与大地的疗愈力量呢 为什么你一直摆脱不掉单身命运 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并获得大自然的指引 那么现在 就请静下心来 凭直觉选择一棵树吧 善于吸引注意 争取疼爱 如果你愿意 异性源应该是不错的 如果觉得感情发展不顺 可能是因为内心 明明想跟对方多亲近 但表现出却好像把对方推开 会让人不准如何是好 建议不用想太多 放轻松 自然地表现自己就好 在过往感情的路上 可能你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真实及尊重 因此 你选择停止这样的模式 但毕竟自身本性并不是如此 给你的建议是 应该学习有智慧的给予 而不会使自己浩劫 重新恢复爱的流动 单身的原因 也可能你的生活中 有其他可以给予爱的对象 比如单来义工或老师 感情便可有可无了 你在面对感情时 可能有点小悲观 也是因为看得比较透彻 所以心态变得随缘而不强求 在爱情中 你其实是个很矛盾的人 有事做便不要紧 可一旦孤单袭来 就会脆弱得不知该如何抵挡 如果这样的你却保持单身 那么很可能因为心中完美主义在作祟 少有符合理想的人能走进你的视线 而此外 也因为你比较自我 总希望伴侣是比较配合的一方 给予你足够的自由 和接纳你对完美的坚持 所以常常也会因此而走向单身 建议往后对的爱情 还是多推浪一分 稍稍降低下高标准 让对方能够有喘息的空间 即使你在单身期间 也会有追求者或小火花 也许只是暂时还没有从上一段恋情中恢复 另一种可能是 对爱情也很憧憬的你 对生活品味较为要求 反而还难离开 为自己打造好的城堡走不去 心态上你通常不太仰赖爱情 倾向喜欢稳定的生活 会觉得目前生活模式还不错 有了爱情可能加分也可能扣分 那还是再看看好了 总是依旋着个人步调前进的你 让爱情顺其自然的发生 也是生命中的另一种风景 给你的爱情攻略是 试着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建立你们之间的默契 因为生性失际的他 需要的不是风花雪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